习格 P320 X5 Leg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大T的装备工坊 今年来竞技射击市场变得更加成熟 为了降低赛事的入门门槛 各大枪场都配合规则开始推出评价赛枪 以便吸引更多的射手参加到比赛中来 今天我们就来简评一下美国习格绍尔自家P320系列中的顶配竞技枪型 X5 Legion手枪 以及为何这款枪称为最强平民竞赛手枪 P320系列手枪于2014年首先在北美市场亮相 是基于P250系列进一步开发的枪型 采用了机针式结构取代了以前的双动机锤结构 P320手枪最具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它的模块化结构 主模块也就是美国法律上认定属于枪的部分 是包含了整个扳机组的内置不锈钢框架火控系统 滑架握把则可以任意更换尺寸 以适配不同射手或者需求 这种设计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空间 同时简化了生产流程 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 可以制作出各种不同款式的P320手枪 虽然P320系列手枪具有众多优点 并且在2017年M17、M18手枪赢得了美军招标 作为下一代支持手枪 但同年就曝光P320手枪以一定特别角度掉落地面 会令该枪有意外激发的风险 该问题是由于部分手枪的扳机质量过重 在触及地面时受到惯性影响 继续移动扣牙扳机导致 随后财大气速的席格 借贫强大的攻关以及免费为所有P320系列升级 更换扳机并修改滑架才得以度过这次危机 我们今天展示的X5 Legion就属于P320家族的新成员 于2019年面世属于X5全尺寸手枪的升级版 X5的命名源于老习格P226 X5竞赛手枪 和普通P320 X5最大的区别 就是采用了塑料住屋下人重型枪管 握把内置的可拆卸污筋增重片 以及纯钢质弹下紧 使得其裸枪质量达到了43.5盎司 大大超过市面所有其他厂家的聚合物枪身手枪 它采用Legion系列独有的灰色涂层 可拆卸后准星 原厂可以直接加装席格Romeo Pro 或者Leopold Delta Point Pro系列红点 但是前者不可和后准星共存 而DPP红点描具则需要额外购买后准星 并且更换更高的前准星 才可以和红点co-winness 所以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X5 Legion的扳机采用了特有的独家刚制镂空直扳机 原厂扳机力约四磅不到 它的扳机手感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清脆 而且形成较长 但是这些可以通过后期的改装解决 对比普通P320 它的扳机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提高了 X5系列的握把并没有可以更换大小的配置 所以手小的同学在握持按压滑架 或者弹霞释放钮 可能需要调整角度或更换更大的释放钮 重达4月4克的纯钢制弹霞锦 也是这把枪的重量来源之一 射大的开口 方便我们以更大的角度顺利插入弹霞 同时根据不同的赛事规则 可以通过拆装弹颈和握把针中片 调整整枪的质量 也是这款枪的一大特色之一 X5 Legion的另一个特点 是它直接采用1911式手枪附近黄 所以射手可以根据自己所用的子弹 直接选择相对应重量的附近黄 这大大提高了定制化的便捷性 原厂会配有一根14磅标准黄 和一根12磅青黄 说了这么多优点 那么再来讲一讲需要改进的部分 X5 Legion原厂的弹霞 是有着独有logo的方形铝合金特质底盖 这是由于加装了弹颈 导致普通P320弹霞并不能顺利插入到底 它原装的弹霞底盖 由于面积太小 还有厚度比较薄 在抓取的时候 手感会比较差 而是在插入弹霞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手掌往里推 才能顺利锁死弹霞 这影响了换弹霞的速度 必须通过更换所有弹霞底盖 我们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这款由大师级射手研发的 前Industrials公司的弹霞底盖 厚度比原版Legion底盖更厚 同时有1盎司重量的IDPSA赛事版 以及3盎司的USPSA赛事版 就算你没有P320的枪型 它家还有配饰 Glocker以及Water PPQ版本 使用大T专属折靠码 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哦 总之如果你想购买一款具有赛枪的精度和重量 又需要大量的可定制化部件可供装选 同时想要在预算控制在1000美元以内 那么这款席格P320 X5 Legion手枪 一定不要错过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视频 有任何的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小铃铛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